这是大乘法最困难的一种事情 难不在外头 在自己 自己说不会用心 祖师大德常常吃饮修盛 你会吗 这一句话的意思很深 会是什么呢 不起心不动念 不分别不值得就会 起心动念不会 这是圣教大乘 难传地方在自己 一个老师 学生很多 谁能够传呢 谁能够体会这这么一法子教的 你要真正 不起心不动念 你才能起乳 起心动念 把你的 切如的这个机缘 全破坏了 可是 就是平常天都不容易 那为什么呢 我们有自己的前进 那就是当外 佛菩萨 佛菩萨没有 佛菩萨心永远清净 一尘不燃 修佛之难 难在我们对佛法 没有真诚的恭敬性 佛到底是什么 佛不在外头 与世家 与弥陀根本不相干 佛在那里 佛是你自己的自信 不在外头 真诚到极处 你就见到了 中国古人讲 陈子林 没有诚意 全是妄想 你要具足诚意 一切法当中 都能够见信 一切法当中 都能见福 自信彌陀 自信是假了 自信 毗诺哲娜了 你见到真佛了 相即是心 信即是想 信相从来没分家了 你见到真佛 톱 作词